道德和精神的开展 缺少精神的背景 就不会有道德上的责任 缺少道德责任 对社会就危险了 佛教是一个令人仰慕的灯塔 因为它能够导引贤信者 走向永恒幸福解脱的大道 佛教在今天显得特别需要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正困惑于种族 国际间 公共的 经济的 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创误认识 这些创误认识 永远无办法有效地消除 除非能以慈悲的容忍精神 去对待他人 这种精神 可以在佛教的导引之下 得到最好的徒野 同时可以为全人类的幸福 促成伦理道德合作的可能 我们知道一个人 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 很容易学坏了 德性是需要老师指导的 必须要透过概念和例子 我们知道 德性的教导 是一件非常需要的事 缺少精神上的锻炼 人类就没有了道德的责任 对社会是危险的 佛陀说 人类的精神开展 是重要过物质福利的开展 历史告诉我们 不能够期望 世俗的幸福 和永久的幸福 同时获得 大多数人 正常的一般生活 是依靠于精神价值 和道德要素 这个是唯有 从宗教中 才能够有效地供给 假使人们 能够了解 成敬的价值 和实践的真理 公平 服务 和人爱 政府去干涉 人们的生活 就相对地不需要了 高尚的道德性 是获得解脱的必要条件 但只有道德 是不足够的 道德 必须和智慧结合 智慧和道德 就好像雀仔的一对翼 智慧 好比人的眼睛 道德 如同人的脚 道德 犹如车辆 可以运载人 走向解脱之门 而智慧才是锁时 能够打开这一道大门 道德 是精巧的 是专门的 是高尚的生活的一部分 缺乏伦理上的修养 就无法使得感情上的污点 获得淨化 而智慧才能够打开这一道